大家好 终于等到Ricote 这部新的多功能搅拌机出港版了 究竟新机和旧机有什么分别呢? 我们一起来看看 这部Capsule Cutter Bonnie 火红色 和第一代的Capsule Cutter 外观差不多 但就多了不同的配件 首先搅拌杯同样是四块刀片 可以搅拌肉类 芝麻、碎冰和做雪糕 还可以打面包糠 新配件有磨泥盘和奶油搅拌盘 将磨泥盘放入转动轴 那就可以用的了 磨泥盘可以用来搅拌白萝卜 適合现在新年 用来做萝卜糕 还可以用来磨蒜蓉和姜蓉 把蛋黄和砂糖搅拌均匀 今次就试用奶油搅拌盘 来做萝卜里班戟 首先将蛋黄和砂糖搅匀 再加入牛奶和菜油搅匀 加入已经过世的低筋面粉搅匀 将奶油搅拌盘放入转动轴 再放入搅拌杯 加入两只蛋白和砂糖 加盖再放上主机 连续搅拌40秒 这样就完成蛋白箱 蛋白打发的程度大概有7 将3分1的蛋白箱 加入蛋黄糊中拌均匀 再加入鱼下蛋白箱拌均匀 Fatigay开一度小火 加少许油素均煎炒 然后放上梳芙里班戟糊 淀粉 加入表面煎炒 攪拌开锅 准备匀 煎炒 大煎炒 就完成的啦 配上士多啤梨醬 和蜜糖一齐來吃 班戟鬆軟 又好吃 跟機還有一本食譜 舒芙菜 除了打蛋白箱之外 還可以打忌廉 新版攪拌杯 多了打蛋白箱 和磨溶功能 真的非常吸引 多謝各位收看 下次見